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習近平完成三連任後 立即擺出挑戰美國的姿態 準備插手俄污事件 有人擔心中共想趁著俄污戰爭持續的機會入侵台灣 不過與此同時 幾大關鍵危機已經迫近中國 針對習近平訪問俄羅斯 日本政綱大學蒙古裔教授楊凱英 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 連任後習近平野心膀胀 支持俄羅斯並不意外 習近平有意透過支持俄羅斯 讓俄羅斯挺住 俄羅斯戰爭拖得越長 對北京入侵台灣就越有利 德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史明 分析說 這個意味著習近平連任後 選擇與俄國結盟 他不敢放棄普京 因為普京反面 會落狠手 預計普京會在會面的時候 要求北京為俄污戰爭提供策認 這是普京目前最需要的 史明判斷 假如習近平答應支持俄羅斯 就將迎來美歐聯手制裁 最後懲罰中國的不是美國一家 而是歐美聯手制裁 而且制裁動作不會太小 那對中國的打擊就太大了 中國經濟玩完就更快 而目前中國的經濟危機已經相當嚴重 《華爾街日報》一個星期前報導說 中國有三分之二的地方政府 負債是去年年收入的1.2倍 這些巨額債務不僅拖累經濟 還可能引發金融危機 在兩會上 前中共總理李克強 比出今年的GDP成長目標僅有5% 是史上最低 商業周刊14日引述 標普全球商品分析師張經指出 李克強比出的GDP背後 藏著中國經濟面臨的種種挑戰 例如地方財政吃緊 出口皮軟 以及大量儲蓄過淨等 社交平台上 有人給出深入淺出的分析 指中國近期面臨兩個關鍵危機 就是財政危機和外貿崩盤 首先財政危機已經威脅到地方政府的生存 地方財政一直靠先駛未來前來支持 不讓老百姓覺察到財政問題 也避免影響地方官的試圖 但最近連續出事 包括霸州地方政府違法向全體境內個體商戶 瘋狂罰款 湖北政府為了維護當地經濟運轉 配合企業瘋狂降價買車 醫保大改等 文章作者還透露 一位朋友幫院成統計局做合同工 將近一年沒有發工資 作者認為 地方政府連這些不同尋常的簾財方法都使出 說明已經被財政危機迫得很急 也說明財政危機的大結局要來了 第二個關鍵危機是外貿崩盤 這個與中國日益緊張的國際關係 以及日漸困難的經濟狀況都有關 中國是一個非常依賴進出口貿易的外向型經濟體 一旦國際貿易迅速衰弱 中國經濟會遭受重創 作者最後總結說 這兩個目前就非常嚴重的問題如何解決 很大程度影響中共還有多少壽命 很可能在加速師的衝鋒下 大結局可能提早很多很多就要來了 另有網民分析說 中國社會現在越來越似明朝末年 包括人心浮動、經濟崩潰、 官僚系統躺平、半癱瘓等 唯一的區別是 還沒有一個對女爭的戰爭來拖垮整個國家 一旦習近平對台灣動手 這個條件也就醜齊了 中國甲營流感內勢洶洶 官方反覆強調只是流感 但外界就懷疑 這次其實是新冠病毒再度爆發 由3月開始 中國各地發燒體醫生的人數 就開始飆升 多地的中小學停課 浙江杭州一名9歲男童感染格樓 竟然惡化到出現白費 還駐了入深切治療部ICU的消息 一度登上熱手榜 網絡流傳3月12日 天津市醫院門口車隊大排長龍的影片 說當地隔樓大爆發 醫院門口連續幾天都是這種場面 還有遼寧省瀋陽市的醫科大學附屬醫院 病床都濕滿走廊 也是因為隔營流感大爆發 而在抖音 就有人拍攝昆明兒童醫院 在凌晨時分 急症室門口的長龍 說是被機場還熱鬧 國內媒體13日報導說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11日發表的報告顯示 2月5日至3月5日的28日之內 流感病毒陽性率 由0.7%激增至41.6% 升了接近60倍 還有傳媒報導 國內隔樓抗原試劑的售價 已經超過新冠抗原10倍 還要等3至4天才有貨 因此也能夠看出隔樓試藥的嚴重程度 不少人懷疑這場疫情實際上就是新冠 武漢中心醫院後湖苑區急症科一位醫生向大紀元表示 因為發燒來看醫生的人都多 不僅是小孩 成人也多 武漢張女士11日向大紀元記者表示 武漢太多小孩感染 以致去醫院必須提前掛號 當地學校有些班級已經停課 她的女兒發燒10日去兒童醫院掛不到號 等了5、6小時 張女士說 女兒的症狀和新冠症狀差不多 發燒、肌肉痛、頭痛、咳嗽 她也中了招 現在要在床睡 武漢梁女士說 往年流感流行 她和小孩都沒有中過招 今次就相繼中招 很難不讓人懷疑 可能是新冠 梁女士說 中共造業 武漢人已經經不起折磨了 湖北思恩州的林女士的小孩 已經發了兩天燒 反覆高燒 林女士說 之前感染新冠 小孩才燒了一天一夜 感覺這次比上一輪更嚴重 中共為了應付上一輪的新冠疫情 持續三年封鎖 摧毀了中國經濟 民生凋零 也引發大規模民間抗議 接下來這輪疫情會怎麼發展 值得關注 中共一直以來向中國人強行官輸無神論 但是中國官員就是講一套做一套 在李強上任中共國務院總理之後 他家族的內幕也引發輿論關注 據報導 在中共二十大之後 本來可以入屋遊覽的李家祖屋突然被封禁 村落的周圍全部用鐵網圍堂 而李家祖屋和祖墳 還有專人二十四小時看管 嚴禁村外人靠近 據香港媒體報導 李強是浙江省 溫州專區 瑞安苑 曹村鎮 東澳村人 去年中共二十大之後 本來可以入屋遊覽的李家祖屋突然封禁 任何能去到祖屋的道路 日夜都有人看守 靠近拍攝就會被驅趕 而祖屋前面的平地上 裝滿了監控設備 再都沒有閒人可以靠近 不少村民透露 2017年上任上海一把手之前 李強每年的農曆新年 都會回村裡拜祭母親 村民說 他們說整座山的墳裡 有人把守的就是李強家 還有附近的居民說 屬於李強父親產權的一棟樓 也因為前兩年 門前發生了人為破壞樹木事件 護主覺得風水不好 後來當局在這裡 安裝了大量攝像頭來保護 有報導說 中共對外宣揚無神論 而中共的官員幾乎個個迷信 中共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 曾為升官二大修祖墳 2009年 周永康家鄉的地方當局 為他修整了祖墳 但是當年秋天的一個雨夜 周永康家裡的祖墳突然被劃 驚動了江蘇省公安廳、上海警局 甚至中共公安部也遇臨大敵 至今仍未破獲該案 幾年之後 周永康落馬 我們來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3月13日 備受終目的奧富斯峰會 在美國加州聖地瓦哥舉行 美、英、澳三國領導人宣布 達成一項新的防務協議 美國同意向澳洲出口寶貴的核動力潛艇技術 這是美國在1960年代 協助英國設計自己的水下艦隊以來 核潛艇技術首次對外輸出 外界分析 這是美、英、澳軍事合作 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步 美、英、澳水下合作 值次北京的軟能 外界注意到 除了美國和澳洲參與其中的第三方 英國對中共的態度有了巨大的改變 向來避免定以中國為威脅的 英國首相辛偉成最新表示 中國是最大的國家威脅 同一天 英國政府宣布將會增加國防支出 以應對北京帶來的挑戰 德國之聲報導 新偉成3月13日 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的採訪時說 中國是對我們的經濟利益而言 最大的國家威脅 也是對世界秩序的系統性挑戰 同一天 英國更新了一份 外交國防安全政策綜合檢討報告 相較兩年前的第一版 對中共以及俄羅斯的立場更強硬 此外 新偉成還告訴《華爾街日報》 中共對英國及其盟友構成了 或時代的系統性挑戰 並且在同一天宣布 要就澳英美安全協議 AUKUS潛艇合約增加60億美元的國防支出 補充彈藥儲備 以加強對烏克蘭的支持 同時威懾日益強勢的中共 新偉成指出 中共是一個價值觀 和我們完全不同的國家 在過去幾年 它對內變得越來越獨裁 對外就越來越強硬 中共的行動表明 它對重塑世界秩序感興趣 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除了在未來的兩年之內 透過額外的資金提升軍備實力 新偉成也會逐步 將國防開支增加到英國GDP的2.5% 它表示 這些舉措都是為了確保 我們再也不會受到 敵對勢力行動的傷害 英國作出改變的另外一個兩點是 英國外交新方針 首次提到了台灣 調整對中策略 英國政府公布的 新版外交國防安全政策綜合檢討報告 首次提到台灣 強調台海形勢的穩定 和和平解決台灣議題的重要性 據中央社報導 英國2021年的同類報告 即至未提台灣 而今年的報告 就兩次提到台灣 三次提及台灣海峽 報告指出 自2021年以來 有兩大因素促使英國政府更新對中政策 第一 是中共的國力規模 及其在多項全球議題中的重要性 第二 是英國對中共的舉措 和公開傳達的意圖 日益擔憂 英國態度的變化 得到中華民國政府的高度歡迎 和誠致感謝 台灣外交部14日表示 這份整合性評估更新報告 不僅展現英國政府堅定的對台友好立場 也凸顯台海和平穩定 是國際民主國家社群的高度共識 是維護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地區 不可或缺的一環 據《路透社》3月13日報導 台灣國防部提交給立法院的報告顯示 今年度國防支出重點放在應對中共可能 全面封鎖台灣海峽上 準備充足的武器和軍機零組件庫存 另外 美軍是否將它的儲備彈藥存放在台灣 仍然是備受矚目的話題 《路透社》說 2023年台灣的國防支出 包括增加炮彈、火箭彈 以及F-16戰鬥機的零部件庫存 台灣國防部在報告中提到 共軍持續進行聯合行動 著眼點在於封鎖台灣 控制台灣戰略重地 和防止外國軍隊進入台灣 所以必須在預計台灣海峽被全面封鎖的情況下 準備充足的武器和軍機零組件 國防部表示 優先考慮美國製造的武器 包括獨次防空導彈 以及海馬士火箭發射系統 台灣國防部還評估指出 最近中共軍隊的演習和訓練模式 已經從單一軍種調整為陸海空 和火箭部隊的聯合行動 代表他們正從訓練轉向戰鬥準備 而且中方希望提升進入第二島鏈的能力 目的是握制巴士海峽、公古海峽和對馬海峽 因為這三條水道對於進入太平洋和東海至關重要 台灣國防部將中共全面封鎖視為可能發生的場景 這令人聯想到 上星期台灣國防部長邱國正在立法院證實 正合談是否將美軍在韓國、日本、菲律賓的儲備彈藥傳放在台灣 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蘇紫雲向中央社表示 如果能預先儲存美方彈藥在台灣 就印證美軍落實協助台灣的承諾 也代表美方將台灣視為準盟邦 民進黨樂委黃定宇在Facebook上表示 如果美國將軍備附設於台灣 則代表美方視台灣為重要且親密的盟友 亦是美國對台走向戰略清晰的重要轉變 美軍很可能在台灣受攻擊時迅速支持 值得關注的是 如果美國考慮將彈藥放在台灣 這樣顯示在美軍看來 台灣確實隨時有可能會發生軍事衝突 多謝收聽這次的今日新聞再會 疫苗 董事西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